回到我们的现场 带你来看到现在案情不断延烧的国军麦官案 牵连盛广 特人组在上午签分了特他案号 那么这四位被点名叫做麦欣欣四人组的前朝官员 包含了有邱毅人 有柯成亨还有陈哲男以及黄芳燕 检方都要来进行查证 另外因为在过去 上将级的军官的人士何准章权 是属于当时的总统陈水扁专属 陈水扁可能会被列为嫌疑犯 不过针对这样的说法 特人组在今天低调否则 针对军州卖官卖官一案 金报有上将级军官卷入 国防部长陈兆敏证实曾有听闻 特长组上午也签分特他案号 将在近日内展开调查 签分特他案的内容是什么 就有关上将阶级以上的部分进行了解 就是买官卖官的部分吗 对对 据了解介入军中卖官一案者 被称为卖星星四人组 有前国安会秘书长邱玉仁 前国防部长柯成亨 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南 以及前新光医院副院长黄芳叶 被点名的四人全部都涉入 贬加相关弊案 分别都被侦办起诉或者是通缉 查证组认为有向他们进行查证的必要 有点名说府内有卖星星的四人组 包括邱毅仁 柯成恩 陈哲南汉 黄芳叶有吗 我们签证组不可能这样写啊 在掌握的一些资料当中 有这几个人的人名被提到吗 不便说明 特征组认为贬加洗钱案中贪污所得高达四十亿元以上 但裁员不明 由于签巢上将级军官的人士 核准张权为陈水扁专属 陈水扁是否借机或不法利益 被列为涉案嫌疑人之一 特征组否认 陈水扁可能会被列为嫌疑人是吗 我们没有这样 没有这回事 军方骂关案情不断延烧牵连盛广 特征组将在近期内对上将级军官进行约谈 查个清楚 昨天新闻白建华少帆轩台北采访报道